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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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后 临江公园的还原步道将成为松户抗战之路 连接抗战书法碑林 宝山古城墙 抗战雕塑等一系列抗战经营景点 实现圆管合一 目前改造规划正报相关部门审批 最快一期工程或将于明年9月军工 今天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上海分公司正式挂牌 南航方面表示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将发展重点着力上海 与此同时 美国航空公司今天也开通了上海至达拉斯的直达航线 成为美航继上海至芝加哥 上海至洛杉矶后的第三条直达航线 今天上海佳话召开了年内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解除原总经理王卓董事职位的议案 大会上王卓的悲情陈词 股民们的争锋相对 让这场只有一项内容的股东大会 拉锯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早上海佳话总部的大堂里随处可见保安把守 股民必须出示股票证以及登记凭证才能登上去八楼会场的电梯 其实佳话防的是媒体 坐在沙发上的这些都是企图混进内场 但是被识破的媒体记者 当然也有聪明的几天前买好一手股票取得了入场资格 股东大会的议程只有一项 审议罢免原总经理王卓董事职位的议案 征得允许的王卓首先发言 昨天有记者问我 如果我们说6月12日的股东大会 对你董事身份的罢免 是一次预先通告的谋杀 您是否同意 我的回答是可以这么比喻 但这究竟是现任董事长个人的行为 还是大股东被倒逼的结果 我目前还不清楚 荡海家话罢免王卓的理由是遭到监管部门调查的关联交易问题 根源是公司的重大内控缺陷 作为总经理王卓必须承担责任 但王卓上个月曾在一份说明中抗辩说 内控缺陷历届董事会和总经理都应担责 而且关联交易的发生并不在他的任期内 然而在其他董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这份抗辩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即将被罢免的王卓动情地念了一首近代诗人马一福的《七律赠国事》 还说了一段鹦鹉用羽毛沾水洒水铺就山火的印度预言 随后的提问环节中 股民们激动万分 要求平安公开和佳化前掌门人葛文耀签订的合约 以证明平安是否兑现入股之前的承诺 面对不依不饶的股民 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文坚被激怒 近一个半小时的拉锯后 投票终于进行 最终王卓被罢免 反对弃权票占5% 离开了会场的股民们依旧怒气难消 但在专业分析人士看来 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 还是就整个市场还是讲股权文化 我们还是强调一个股权文化在资本市场当中 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 所以平安的做法我们觉得也没有错 实际上它还是发挥正常它大股东的一个意愿 只要未来平安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 对加化这家上市公司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理 那我相信二级市场投资者可能还是会看到 加化的一些改善的 加化的人事变动最终落定 市场也认为加化的负面事件将基本结束 截至收盘上海加化报33.92元 涨1.62元 涨幅为5.02% 东方卫视记者葛孝兰报道 未受关注的北横通道建设项目 目前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上海市交通委在昨天晚上发布了消息说 横跨深城中心六区的北横通道 将基本不占用现有的道路资源 而是以地下和高价道路为主 建成之后将大大的缓解延安路高价的通行压力 成为上海市中心城三纵三横 骨架性主干路网的组成部分 目前北横通道工程建设指挥部已经成立 根据规划公示 北横通道全长约19.4公里 习起中环北红路 沿途经长宁路 长寿路 天目路 海宁路 最后至周家嘴路 越江工程 基本与延安路高价平行 从长宁到阳浦穿越六区 这条通道主要可有效分流延安路高价车流 同时与上海南北向主要干道均互通联系 有助于路网衔接和均衡 北横通道建成以后 对支撑中心层东西向主着的发展 特别是苏州和区域沿线的重点地区 以及东西向交通的可靠性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北横通道的建设基本不占原有道路资源 而是向空中和地下两个方向拓展 北红路至卢定路 长安路至近原路 规划为高架道路 共于2.4公里 卢定路至长安路 近原路至鸿口港 采用地下道路 共于10.5公里 占到通道全长的一半以上 直到无松路以东 踩走地面道路 此外 为确保南北道路连通 还将设大连路 黄兴路 龙昌路 从改善交通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未来利用地下空间 来解决交通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种趋势 但是上海的交通问题 不是说靠一条北红通道 就能够解决的 还要通过 比如说我们交通方式的引导 东方卫视记者施萌娜 谢南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 就是这些 稍后请继续收看电视剧 犀利人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